大家好我是美丽姐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咱来聊一下威马W6 作为威马旗下第三款车型 威马对它可以说是非常有信心 而且看起来也确实是亮点十足 那它究竟是不是带着诚意走来的 咱今天就好好品一品 那之后呢会有专门的图文 以及视频的静态解读 所以今天咱主要来聊一下 两大亮点 以及它的动态驾驶感受 那第一个亮点在于这辆车 是国内首个基于云端实现 无人自主驳车系统的量产车型 听起来是不是有点 赛博朋克那个意思了 它的英文简称呢叫做AVP 能够实现的功能包括PAVP和HAVP 那现阶段能够实现的就是HAVP 也就是固定路线的无人自主驳车 使用场景包括您家或者公司 有一个固定车位 想象一个画面啊 还有两分钟马上就要迟到了 结果这车还没停好 是不是特着急 那有了这个HAVP之后呢 把车停在停车场入口 这辆车就会按照之前自主 学习的路径 把车停在固定车位当中 下班的时候再通过手机APP 一键召唤 这就方便多了嘛 那之前我有同事 在一个封闭实验场地 试过这个功能 据说还不错 现在呢咱们就找一个 相对开放一点的 社会停车场 试一下这个准量产车型 这个功能究竟好不好用 自主驳车的第一步 是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设置车辆的起点和终点 学习过程中 车速不超过15公里每小时 最长记录距离不超过100米 学习过程中 车辆会将数据信息传至云端 利用百度阿波罗百万级云算力 迅速学习绘制地图 再通过5G形式回传给汽车 完成固定路线的无人驳车 当你想调用时 可以通过手机APP 或者是车机都可以操作 APP在召唤时 按住即行驶松手立马停止 驾驶员在车上直接踩刹车 也可终止自主驳车 现阶段可记录五条路线 倒车路线是一个 不断学习进步的过程 就算您停车时停偏了 或者行驶路线画龙 之后无人驳车也会自主纠正 这对于倒车入库停证 是个难题的朋友 倒是个福音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其实这款车 是国内首个搭载了 无人驳车系统的量产车型 这一点说出去就非常吸引人 不过在我们体验过程中 有一个热心的围观叔叔就说了 其实相比这种无人驾驶 他其实更喜欢 自己动手开车的乐趣 那您究竟是自己动手 风衣阻止党 还是偷懒党呢 弹幕告诉我一下 那坐进车里 首先看到用料还是不错的 双12.3英寸的联屏 底下一个iTouch面板 来控制车辆的基本功能 比如说像空调啊 天窗啊 以及一些门锁等等 但今天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 都不是我们要聊的 我们要聊的第二个亮点 在于它这个SOA 其实简单来说呢 就是一个指令 或者是一个动作 来控制一连串一系列的功能 比如说我中午想休息一下了 那么小微小微 小气五秒 好好休息 五秒后我会叫你起来 好五秒之后呢 它就会响铃 快起来了 时间到了 其实对于一些中午 比较习惯午休的朋友来说 这个就非常的方便 那或者呢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手机APP 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场景 如果您家有孩子的话 就可以设计一个亲自时光 或者一个模式叫什么熊孩子 来控制它的后门车窗 门锁 遮阳帘 多媒体声音等等 用起来就方便多了 如果举一个声动形象的例子呢 比如说我刚到公司的时候 我想约陈乐吃饭 那我会说 陈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协助我拍摄 那不知道方不方便 晚上的时候请您吃顿饭 来感谢一下呢 那如果熟了之后呢 其实就是一个眼神 他就懂了 是不是 那因为这辆车的手续问题 他目前是没有办法在开放道路上行驶的 他只能在场地试驾 所以我就特意邀请来了之家女主播专属工纪人陈乐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驾驶感受吧 必须先说啊 在赛道里其实感受并不是那么全面 我就开了十几二十圈吧 然后也尝试了各种极限的状态 包括日常驾驶的风格也都是了 然后简单的跟大家聊一下这个车 首先第一块肯定是动力对吧 大家对动力都很感兴趣 它目前一致的消息啊 是160千瓦 然后225牛米 说话这个扭矩 作为一辆电动车来说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亮眼 它基本上就能一个调的不错的一点四T 一点五T的这种放弃的一个水平 然后但是这车的这个动力输出的整体的这种状态 我觉得是非常能够令人满意的 用传统的话来说 就是它很像是汽油车 就是一脚下去之后 它会迟移一下 然后再输出动力 而且它动力输出也不是说迟一下 立刻全扭矩输出 不是 它是也是一个线性的 一个有坡度的这种输出 这样的好处就是 在你日常驾驶正常驾驶的时候呢 乘客和这个驾驶员没有那么容易晕车 没有那种前仰后合的感觉 对对 但是在极限状态下 肯定还是希望一脚下的全球率输出嘛 这是个人不同的选择 我觉得未来可以OTA啊 或者什么之后呢 系统里多一个选项 就是说我更愿意哪种 对吧 让消息者选肯定是好事 然后第二块呢 就是这车悬架 这车悬架肯定是偏舒适的条件 因为小勾小坎啊 小街缝啊路肩啊都压了都试了试 它整体还是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比较符合这种电动SUV的一个日常代步的这样一个使用场景 我觉得这是不错的 另外其他方面呢 我觉得就是转向啊 刹车啊 这些手感都没什么可说的 完全无感的一种状态 就是很轻松可以上手 它这动能回收其实有三个可调 就是关闭弱或者强 动能回收是这样 就是动能回收我觉得还是 咱们这些中国品牌 尤其是这些新势力品牌 愿意把这个动能回收调的更像是一辆车 燃油车 就是不会让你感觉就一收就 就作进去了那种感觉 你什么小子 就是这种感觉 就是我是不太喜欢这种单踏板 真的是还是这样两个踏板舒服一点 但是我还挺喜欢的 大家可以在档幕里互动一下 你更喜欢单踏板还是双踏板模式 所以这个车看起来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也非常期待 会在开放的道路 和我试试 期待一下它的定价吧 那今天体验过这款车之后呢 发现它是一个非常智能的电动化伙伴 那比如说通过手机APP 可以控制很多功能基础的 像是解锁车辆 启动车辆 高端一点的 比如说各种个性化定制 它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无人驳车技术 虽然现在可能还在起步阶段 那相信后期通过不断OTA的升级 包括云端科技的技术的进步 那可能会应用在更多的场景里 我深爱的B站Up主半佛老师曾经说 这个成功呢就要顺势而为 这个威马是已经围了 那这个自动化的试究竟什么时候到来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还有一些比较基础的信息 比如说这辆车呢 使用的是一个泳次同步电梯 标准细航是520公里 还有一个长续航版本620公里 更多信息在上海车展的时候会公布 大家可以预测一下价格 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在评论弹幕 或者是来微博找我 那我们的这期节目 差不多就到这结束了 最后提一句啊 这车我们是从工匠派手里切的 据说它要对这车进行改装 那究竟会改成什么样呢 挺好奇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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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辆小蓝车它也就一般可爱 帮风正正成一派 东西都往里面塞 不仅带劳工还能装白菜 还有买买买 但是这辆车它就很气人 倒车算法基于云 停车开车不用人 我这技术很 工作越来越不稳 我还这么混失业了